再来关注我国的探月工程 国家恒天局今天将发布一系列 我国未来深空探测的战略及规划 总台央视记者日前对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吴伟仁院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吴伟仁院士介绍 我国正在进行的月球探测的四期工程 其中嫦娥六号任务计划于2024年前后实施 它的主要任务是到月球背面采样 并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月球背面采集月壤 嫦娥七号将去月球南极寻找月球存在水的证据 嫦娥八号将配合嫦娥七号在月球南极 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形 对月球资源勘探和利用等进行一系列实验 在采访中吴伟仁院士还介绍 我国正在构建一个环月球的通信导航卫星星座 简单地说就是月球版的北斗导航系统 在地球上我们有通信卫星 展到更远的深空 吴伟告诉我 人类现在正在迈向月球探索与开发的新的时代 未来很多的无人探测器和载人航天器 会成功登月 在复杂的月球表面行动 都需要更加精准的导航信息 更加流畅的大容量通信保障 所以建设完善的月球通信导航星座 是必不可少的 而在未来要探索更远的深空 除了月球通导摇一体的星座之外 他们还计划把星座延伸到其他星球 那么后续还有件事 我们以月球为中心的深空互联网 它负责什么通信 导航 摇杆等多种功能 就是帮我们在以地球为中心的 这么一个空间基础设施 变成了以月球为中心的 可以向太阳系延伸 就是更广阔 更大范围 这么一个大地系统 在这个互联网构成的情况下 我们以后在月球上 也可以看电视 也可以看比赛 也可以什么WiFi 宇航院上了月球都不寂寞了